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虞,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感觉还有希望,现在生殖医学的技术是如此的进步 但是也是有很多人感觉,这件事还没耍 我都差不多四十几岁了,应该这件事已经完成了 怎么会这样,我开始婆婆又惊来惊去 林志玲四十七岁又生呢 到底我们这件事情是医学怎么样变成一个帮忙 而不是变成大家的压力 尤其是这种生殖医学,最近有很多新的技术,新的进步 那大家没了解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神奇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专家 我们不要只有八卦志玲姐姐 不要说她的孩子是吃乌鸣,是吃乌鸣粉 我们来问一些对大家有帮助的 所以今天就请到这方面的权威 是我们中山医院妇产科的李世民医师 李医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李世民医师 李医师,我刚才说的这个你有感觉 没有症,男人到底是要拼到几岁了 才可以死心吗 现在,我们用统计来说 我们以前三十岁以上没有结婚 没有生日子就坚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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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资分是一样的,肯定很二十岁好 sect 他像洋人医师一下,知道经过十岁又六岁了 越來越不少 我剛才在那一年生的44萬人 當年生的15萬人 國安危機 有什麼國安危機 對 生的比試的比較少 生不如死 這很麻煩 所以我普遍的現象就是 要生的人越來越老 越來越老 你會有一個問題 越來越不生 反應率越來越低 跟另外流產率越來越高 即使你有反應也不會挑剔 鬧剔的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現象造成我們目前國安的困擾 所以政府在7年開始補助 如果你要生的女孩反應 要做四管音 我就幫你補助 用補助方針來鼓勵 大家生的女孩 要去找你 李醫師 如果是 譬如說一個輔助朋友去找你 李醫師 之前聽說我四十幾歲 但是我還可以生的 還是五十幾歲 是不是還可以生的 要做多少的評估 你來跟這個輔助來決定說 有適合做生殖醫學 還是四管音樂 不然你會做什麼樣的評估 是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說你一年後 你結婚一年後 你如果正常性生活 但是你還沒懷孕 我就建議來評估 我們評估有五大方向 對不對 看你的卵巢聯繫 卵巢功能好不好 這要評估 第二評估在蘇軟館會通過 第三評估在蘇軟館會通過 第三評估在蘇軟館好 生殖有很多 蘇軟館有好還是不好 子宮內母要走床的地方 有夠膏嗎 那門村有夠軟嗎 另外評估就是 你要蘇軟館 現在蟲蟲危機 淡淡危機也很厲害 也很感動 男人也在老化 男人也在老化 所以這方面我們評估 卵巢 蘇軟館 子宮 子宮內母和精蟲 這五大方向來評估 看他 他懷孕的可能性有多少 跟我們建議 參考他的年紀 建議說 你是自己懷孕就好 還是來做人工受孕 還是來做試管營養 年紀不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年紀你怎麼跟別人參考 我跟你們說一個 瘦子有點聽 但自然懷孕 自己生小孩 說自己的懷孕 二十歲 你一個信心的一次 領著你要拍亂期 因為拍亂期 那時候你有做人 有做事情 反應你有二十 一次有二十 五百六一片的反應 做一次 親信心的五都 四十五會 一時 沒什麼可能 自己自然懷孕 變得不到一 我們來說 你的年紀 év succeed 野外期 大小手 Jubb 你即使人工受孕 自然怀孕不容易 你要做四管一额 你35岁以后 你要有40%的机会 跟你自35岁开始 就一直下降 两年两年生 35岁到37岁 剩31% 38岁到40岁 42% 40岁以后 做四管一额 11% 73岁以后 做四管一额 小于5% 哦 跟44岁以后 小于1% 所以说 你也可以想象 你要跟三八岁 统计三八岁 你三八岁以后 你如果想起来生孩子 你自然怀孕的机会 大概5%到8% 是 你做四管一额 的机会 20% 是 这样大家就要想象了 你跟不说 几岁以后 就叫他说 不要考虑 因为 我们知道 月高龄怀孕 这个 怀孕的 complication 并发症 并发症 什么 什么 子肩前症 胎盘前置 种种的问题 风险会比较大 但是 现在 你说 四五十岁的人去找 还是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个素质 台湾最高龄产妇 是62岁 这个我待会要请教 如果两岁这么大的人去找 你是不是 也会跟他说 你的风险比较大 有什么样的风险 是 一般来说 我们的鼓励说 看起来年纪 看起来卵巢功能 一般来讲 你要做什么 一般 你来三八岁 医生来 你来AMH卵巢功能 小于1.0 就是你Q会 可以来评估 你来卵巢功能 要大少年 你要大小一点 我们的建议是 你不要说 直接进入市管 你来 成功只有更大 不然你再拖下去就40回到 那40回到就很麻烦 所以我会比较积极 所以年纪越大 那个发生率下降率非常快 流产率 落贴的机会 升上很快 你到45回 50%以上的流产 40回以上就40%的流产 40%的流产 所以你最后 你三八岁以上 完成你的发生的任务 你来到三八岁 还没完成你发生的任务 我是甘老人 直接就进入市管婴儿 甘老人 你会流失到很多机会 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 38岁以上进入市管婴儿 但是市管婴儿就算是 植入 然后有发育 后面 是不是 自己要有一些想法 这后面 老体的机会也是有 对不 35% 我刚才说的病发症 也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吧 对 你的孩子比较小 发育比较慢 染色体异常的机会 糖尸症的机会 比较多 千年性异常的机会 比较多 妈妈高血的机会 糖尿病的机会 都比较高 心脏病 妈妈呼和不了 的问题也比较多 所以说你的大连财务 以前是35岁 我私底下 建议到38岁 因为35岁 太多人了 35岁 四过都是 是啊 所以我哪里建议到38岁 不管对婴儿 对妈妈都不好 所以说我是建议 越早完成这个任务 越好 所以如果照你这样说 我们智琳姐姐 47岁 也是很拼 很努力 他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听说他做的是什么 三代试管 很多人都好奇 那是有外部 一代二代三代 现在还有四代 还有4.5代 是什么差别 那是都自己编出来 事实上各界没有这个名称 医学界没有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说 你要做的大仔细 但以前是说 软的提出来 跟精神混在一起 一般的培养箱 培养就是第一代 你当时说软的提出来 培养的方式改变一下 用更好的培养箱 这就说是第二代 你当时软的提出来 你如果培养箱 用收拾摄影 收拾摄影 就是说 你整个胚胎发育过程 我都给你监视 5分钟那是什么 是 那我都做什么影片 看你胚胎发育 这个是第三代 再加个基因鉴定 就控制第四代 第三点五代 哦 看你做什么 确保这个胚胎品质 我们以前看的胚胎品质 后来要植入 去看外观 那他除了看外观以外 还看他分类的速度 到分类的情况 加上用染色体 DNA来鉴定 做胚胎接片 来做检定 那现在又加上说 我除了胚胎以外 我要鉴定妈妈 子宫内膜 什么时候植入 因为家家检查 他一直都在这里 里面有带 是这样 就是带的 一带在收拾 一直给你更新 收的区用 就不一样 可能是这样 总是都想说 经常好的 植入 这样有可能成功 不过以前是 以前是植入 几粒 三粒四粒 我们以前刚开始 可以做到四粒 可以四个胚胎 跟我们看外观 看外观 所以说 以前的 创造出来的双胞胎 最多 最多有双胞胎 这个双胞胎 双胞胎 也早产机会 小儿子不健康的机会 社会成本太高太高 你照顾一对 24座双胞胎 社会成本 可以照顾 小儿科 整个人 所以说那种 社会成本太高 所以到后来 但近几年来 就有规定 规定不能超过四颗 不能超过四颗 最多只能在四颗以内 以前以前有五六颗 但是到去年开始 台湾还是创造 全世界双胞胎 机会最高的国家 因为大家要变成功力 所以说现在政府 用另外一个方式 用鼓勵 我用大家补助 从去年开始 就给你补助 你来放一颗 我用大家补助 35岁以后 你放一颗 我有补助 你如果要放两颗 拜托 没有补助 我政府没有帮助 35岁以后 你放两颗 有补助 你35岁以后 要放三颗 你也没有帮助 就是用 这个补助的方式 来限制利工 不要放太多颗 放一颗胚胎 好处是 发生力高 好听 不要处是 妈妈付出的 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 跟这个社会付出的代价 最高 创造出很多不幸福的家庭 是 有啦 你说这个我想到 其实我也有朋友 他做了 没有预期说 三个都有 结果还要去减胎 以前啦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负担 说到这个法令的规定 其实有一些国家 我没想到是美国 还是哪里是有规定 说做这个人工升职 特别像是 士管英额 有年龄的限制 因为刚刚说 怕说 北部太老 小孩还没生人 算说还没大小 自立 老北老母 就已经老到差不多 预期都没完 所以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个年龄 男性几岁 女性几岁 我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候 看就是60岁 还是几岁 我们说来都没这个年龄的上限 我们用高励方式 就是说 你45岁以上 我没有保障 是 我们做一个司管英额 政府有高励 有保障10万 是 你取暖 职务合格10万 你在45岁以上 政府说 怎么扶行 一毛钱都不补助 你自己做 你自己花钱 这个政府没有法规 我们立法很慢 没有这个立法 所以 导致说 我们有 像你所说的 有60岁的生人 60岁的生人 60岁的生人 不可能自己生 自己的生人 不可能自己 现在 这不是 他早上存下来 就是去 就把他捐完 对啊 因为60岁的一定 也挺精 对不 我们 法令的规定 一定是 走得 较慢 因为 很多很多的考量 所以 法令 还没规定的事情 就要靠我们 有经验的医生 让大家建议 所以这医生的 负担 也是很重的 就是很多 没有难以决定的事 我刚刚也有的人 就任性 还是说家庭的压力 逼拼 逼买 这时候 李医师会 通常要怎么样 来帮助我们 来思考这件事情 让我们度假 请教我们中山医院 李世民医师 他有给我们 解释很多 关于 生殖医学 现在事管 婴儿生育的 一些观念 其实大家 不能说 我如果有这种 规定 可以做什么 我就来做 当时自己 也要想一下 自己 整个 想要拼生育 这件事情 对自己的 身心状态 整个影响 我想要请教 李医师 我们刚才说 台湾目前 记录上 上高龄 是62岁 我们来猜测 他一定是 已经停静 所以你说 他是要 扣荷蒙的药物 来准备 他的子宫内抹 对 我们子宫不老 子宫不老 你如果要带入影母 你只要身体好 60岁带入影母 也没问题 所以说 你如果要带入影母 那个内蒙 就长起来 就会生育 怀孕 但是我们的卵巢 会老 没缘 没缘 你就变没缘 你一定 有孩子 一定要有一个卵子 还有一个金虫 还有一个子宫 他子宫不老 他金虫也没生育老 唯一 最后老 就是卵子 是 就是限定性不公平 所以女孩子 比较倒霉 所以 如果是62岁 我感觉很多人 我们听这种朋友 很多60岁 说到空巢旗 听到就 随着找你 时空没来 奇怪 但是你要之前有 有这些东西 之前有两 不然你会享受 是 李医师 你知道现在 很多年轻小孩 想要拼手 尽个女权 想要自主 想要买房 再来结婚 再来生育 还是怎样 所以很多人就幻想 我说的幻想 就是说 我有听很多朋友 说什么 先去动软 但是我的同学 妇产科医师 都会跟我说 动软 没有你想得 那么神奇 因为动了软 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 顺利的解冻之后 再来受精 还要考虑一个着床 你也可以说软 动的 你就不会管你 你40几岁 再来出力 这件事情 所以这还是 一个大家的心理安慰吗 到底动软的正确观念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 我特别解释 但动软的是 我们现在很讲究 保存你的生意能力 你还是面临一个老化问题 但子宫不会老化 所以我来 我来后来 我现在要变数量 我变数量 我希望我 没时间 没有时间来 怀孕 但是我 等到我 40岁 30岁 我有经济技术 我老了 小孩子的品质不好 怀孕力低 我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解决的问题方法是 保存你的生意能力 我可以把你的卵子 保存起来 也可以把你的卵巢保存起来 那一般来讲保存卵巢太麻烦了 我们说 我能保存卵子 取卵 假设你如果要达到一个 怀孕的目的 以后不管你几岁 到50岁 60岁 你要达到你生小孩的目的 你如果 30岁 我建议 纯10颗卵 你带一个宝贝回家 你的机会都变得可怕一胸 你如果35岁 一胸 我建议存12颗到15颗卵 70岁 最好存15颗以上的卵 你只要把机会 把宝贝带回家 所以一早存 你的卵子多 打一次针 你就可以去 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的是 当你38岁 35岁 38岁 你再紧接到 哎呦 我后面可能没钱 这时候再来动卵 你这卵子 库存很少 我每次煮一盒 煮了整百包 你出来两 才35颗 但是我35颗 我希望 扣到12颗到15颗卵 我会扣三四遍 这后累积那么多卵 是 是不是很辛苦 对 那这个观念 事实上现在是可行的 就是说 你年轻 你今天一定比明天年轻 所以说 不管你几岁 你想到说 我现在还要遥遥无期 对婚姻还要遥遥无期 我就可以早上拉起 把宝贝带起来 动起来可以动20年 不会坏 当然我碰到真命天子的时候 我才打一个进宠铁台 在室馆里面做受孕 受孕以后发育成胚胎 我才打植入于 这个女孩子的子宫 如果我的主要不好 我也下去找代理孕母 我们台湾代理孕母还不合法 但是国外代理孕母合法 我们台湾代理孕母 已经一读通过 但是要经过三读通过 还有一段时间 李医师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希望吗 因为这很多妇女朋友很关心 我们代理孕母 是怎么在我们国家 这么顾虑这么多的人 别人都可以做 是怎么 我们民情文化 不适合是怎么 主要是宗教人士和味道人士 一定在法律部走前 这个孩子生存的问题 什么时候要去 这个人要去睡什么人 跟这个妈妈在怀孕期间 出的问题怎么办 那个法律部走人 第二 我们很怕变成有钱人的 某些权势的商业行为 这种味道就是很严重 你开放这条路 是不是 我反正我有钱 我欠人生 产生一些商业行为 产生一些法律责任 这孩子生了 法律过程没损失 但是都怪什么 我们理事 我请问一下 像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台湾人 有的当中 你说白鲁国家 有代理运母的 人在美国 英国好像也可以 对不对 像人 人也是已经有研究 出这个法律的配套 生出来 万一说 如果有问题 这个 生父生母 偏的没管 这个法律 有法度去追溯 还是说 这个代理运母 她的风险 她跟她 如果是要出什么问题 这最近都要有一个合约 还是规定 人也是有研究出 可行的法律 我们不能作用 我们立法委员这么多 所以研究不出来 你个人感觉 我感觉我们 让王家专家的机会 都在拼拼 专家 没有人在拼 这个民生 这种民生法案 相关信息 我大家 我感觉 这种 法律 这种时间都最久 尤其 我一直觉得生孩子这些事情 从以前以来 就是男人的压力 但是 像我以前在讨医学史 你说 虎三科 刚开始的时候 婦产科外科 都是 在医学当中 比内科 更慢受到重视 因为我们关于男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男人的身体 我们很需要男人的身体 来利用 我们可以生殖 但是 这 照顾男人的身体 要是让生孩子这件事情 变得更合理 更轻松 这个进步一直都是很慢 这不是只有这样 这我一个中年妇女的心情 我觉得 照顾男人的身体 都进步得很慢 李医师 我想问问一下 我们知道中山医院的 生殖医学中心 很有名 口碑很好 你自你开始 博物账 应该是 製造出 很多室管婴儿 对吗 你来看 你有印象 印象比较深的 身边的案例 他是怎么来努力 生出来 大家现在是 在做这件事情 有什么甘苦谈 你有印象比较亲 真的每一个 每一对夫妻 每一对 进到室管婴儿 后面都有很多 有心酸故事 怎么说 有很多 那有的是 普普的压力 不用说你如果没有辣子 我要叫你理理的 你还要笑一笑 你理理的 我说他 他考 他也有完成的心愿 我当时 有四十八岁 有四十八岁 要不结婚 但有男朋友 我们台湾的法论 你没有人都不能做室管 他可以扣两两 动软而已 好 你动软 四十八岁 一次扣两两 现在做第四边 要不去做 好不容易两个月 捡到一颗软 抽出来 弄到那 他还对国外回来 因为国外太贵了 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 台湾 最上 四十八 变得四边 变得 但是他也要怎样 要开始结婚 所以说 他说以前 四十八岁 你没有求 根本就没人了 是 但是他心愿 就是要选择一个人 刚才到35月1号结婚 到来 我们目前 女孩子面临一个问题 是卵巢早衰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女孩子 可能环境的因素 当然可能遗产的因素 可能药物的因素 可能某某因素 女孩子越来越容易老化 那个卵巢功能 提早停经 但以前停经51岁 那停经慢慢提早 到49岁 但现在已经不少人 早发现 四十个月 一样 卵巢功能就没好 现在 这种人 只有你一概念 不自觉 他现在晚婚 晚婚到发生结婚以后 一脸没怀疑 来看 卵巢功能怎么这么差 这种现象 越来越多 这种人都 都夫妻两个 牵着手进来 看着真的很感动 李医师 因为我有做婚姻资产 我真辛苦 我跟你说 我这里看很多 为了要做四管婴儿 两个脑子 没有想到 因为有很多 譬如说 男人这边 厄力很大 有公公婆婆的压力 要自己也有 这个结念 这个心愿 结果 对做四管婴儿 变得很 变得他生活的全部 如果看到他们 就是要配合什么 配合什么 我们就要快 做什么 聊天 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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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个 但是 我觉得男人 因为是觉得 比较没有那种 身体极限的感觉 他们有时候觉得说 李医师就做 她怎么 不够这样 准备去笑 结果两个就笑了 是太太压力大 一直觉得 先生不够关心自己 做婚姻来出问题 我也看了很多 所以你们听 应该也有很多 这种重心很明显 因为女孩子压力太大 因为女孩子觉得 很特殊的母爱现象 她把这个事情 当成是说 我必须完成 她说 她要这件 这件不够太重 这件不够太重 其实这是 夫妻要互相完成的事情 但女孩子 女孩子都把招揽在身上 因为我们发现 现在不少重重危机 男孩子不应征的危机 越来越比例越高 所以社会上 给的压力都在 女孩子身上 这几十年以来 都这样 好几十年都是这样 我们戏剧 连续剧以前 都会演一个恶婆婆 对女孩子说 你都没生 结果要了 更新的戏剧 就会演说去检查 其实没生 是她老心 还有很多人做一个 还是生一个 这人也一直想说 我的孩子 后面大人 高薪一人 没有弟弟妹妹 他也要继续拼 这种也会去找你吧 也有嘛 就是说 第一次生孩子后 第二次自然怀疑很差 可能数人观察到 可能连接问题 要生第二胎 现在也越来越多 只有生第二胎 年纪很大 因为 那有些是很悲哀的 就是说 第一胎小孩子 因为某些原因 走掉 他要把他抢救回来 如果再生一个 回来 没把他叫回来 我做都很心酸 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 所以每一个 你去屋面后面 都有很动人的故事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你孩子有压力 绝对大于他孩子有压力 因为住时 二十五个人在住 跟上麻药 抽软 都十五个人 这胎胎放在你肚子 每天怕说 有家庭有没有家庭 怎么会漏体 那压力也太大了 你让我说 每天我都看到你还是哭 你一天来 他说 你这四万没大 他也抠 好了 他说 抽车 他说 你这次没法应 我也当场抠 他说 恭喜我这次有法应 我也抠 他说 一星期后 抱歉 这个 他怎么没法应 不好 他也抠 那压力很大了 因为 那关关难过 关关过 那四万一的疗程 从你对住下开始 你压力就很大 住下 抽软 抽软 要散麻药 散麻药要受精 你拿出来 没有一定的养成胚胎 好了 好不容易养成所有胚胎了 要植入了 植入第一天开始 你会困下去 那一星期后 才知道有没有 那一星期后 你整星期都不用睡 然后抽软 有 很满意 他开始烦恼 觉得他整个好 不好 有心跳也不心跳 会落地也不落地 他就一直观察到 每一个礼拜来一次 观察到八周 确定有心跳法 这样才叫稳定 他不是稳定就好了 他整个小孩好 不败了 他不知道 他整个过程 因为得知不容易 他妈妈得知心就很重 他压力就很重 你看 那妈妈 大家在一起 尤其早期怀孕 因为随时会流掉 因为流产大部分都前面打走 那次还 恭喜 现在还有心跳 我看在面子 笑得这样 只说不好 马上哭给你看 那次要做朝鲜坡 都很坚定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妈妈的压力 大家这件事很难想 所以大家对生孩子这件事 不像看花边新闻 林志玲是生好生 漂亮漂亮才选择出来 人家在过程 也不知道有几年 做几次 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说 大家如果你们老太太 有经过过程 跟你生一个小孩 拜托稍微关爱一下 你让李医师说到 哎呦把塞人说要撈下去 今天我们请教的是 中三变医 富山科的李世民医师 刚才这样听下去 阿飞这个心情 其实男人 我们也不要说 生孩子一定要变成 好像自己人生的 一个转折 还是终结 已经进育儿的 智慧育儿的方式很多 你小孩 你也可以照项上班 你有很多聪明的方法 跟资源哪里来做 是不是我感觉 还是以前可以生生的 如果是有对的人 就有婚子 有结婚 还是什么 是不是这件事 如果说起来 我们也不要太阳赖科技 以前生生的 好像都是问题 比较少 好像妇产科医师 在这一点上 多年来 实务验证 好像都还是会劝大家 不要拖过三十八岁 对 因为以前都不希望拖过三十五岁 因为我们人太多 所以我们希望三十八岁 以前你最好 让大家生的生的 生的两个 要比较好 李世 我们来说一下保佣 你说暖潮早衰 重重也早衰 淡淡早衰 这 我们有什么 有法做 我们说要整个环境的保护 还是说环境上面的一些伤害 这个个人没有办法做 但是各位人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 要贪达没人的钱 我念给你听 我们董事有学来 说要帮助怀孕 说要吃多少东西 要吃DHEA Q10 基纯 叶酸 维他命D3 各式各样的东西 说可以保养卵巢跟卵子 还中央输中央如何丢阱 这些有效吗 我们到底要如何保佑 暖潮是一般的保养 一般的要求是坐席正常 现在发现环境的污染 还有一个坐席 还是跟怀孕有关系 保持坐席正常 这是大家运动 这是大家都知道 这是基本的 基本上 我们以科学政绩来说 对卵巢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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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帮忙的第一名 当然是DHEA 所谓DHEA是山药 我们说的山药 山药提炼出来 这个荷尔蒙的前期物质 这个山药DHEA 在女孩子从35岁以后 开始下降 男孩子从38岁开始下降 就是用肾上腺的功能 然后顺盔的这个膜 肾上腺昏迷这个DHEA 这个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 也是一个前期物质 它会在女孩子身上 转变成一性荷尔蒙 在男孩子身上 转变成男性荷尔蒙 但是一本身 就是抗压力荷尔蒙 它跟Cortisol可以平衡作用 它可以促进卵子的品质 改善卵子的品质 所以这是目前三药 老祖宗还是很厉害 山药提炼出来的DHEA 这是大家目前看起来是 偶尔能详 李医师 感觉吃山药刚不好 因为提炼出来的浓度是高吗 你吃山药要吃几档 才有吃到分量 我那山药提炼出来的 叫做DHEA 这就是 男孩子吃50米 男孩子吃到18米 有副作用吗 有副作用吗 副作用的心体比较用 精神好 像你说吃保重荷尔蒙 这算植物性的嘛 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多 男孩子有什么 乳房有囊肿 有什么乳癌加竹食的 那不可以吃吗 这个没关系 这个不是直接女性荷尔蒙 它是材料 材料 这个本身是抗压力荷尔蒙 这个本身是抗老化荷尔蒙 所以这个荷尔蒙 对这个比较不关系 这可以吃 但女孩子的副作用的时候 不可以吃太多 你吃太多会长痘痘 它有男性荷尔蒙的作用 你女孩子吃到一个 女孩子看 不是像年代疫情的那样柔弱 它比较有体难 还是比较有痘痘 它有男性荷尔蒙的作用 你的皮尾会小毛 幼毛的会长痘痘 我说那毛吃什么 吃50ml就好了 是 再来是Q10 Q10是我们卵子跟金虫 在做减速分类的时候 这时候都需要很多的能量 Q10本身 它是ATP产生的一个重要物质 也是抗氧化剂 这类能发现对卵子 在做减速分类的时候 产生的品质有帮忙 是 过来是D3 D3也是目前现在 台湾女性严重缺乏的一种 抗氧化炎的一个物质 D3对骨头有用 对前身抗氧化炎有用 对卵巢功能有用 但台湾呢 台北市的女孩子 80%是D3不够 80%喔 不过是打太阳 每个人都处理管理办公室 外面都穿衣衫穿掉 没有坐车 只是打太阳的时间 没有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李医师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但是我很好奇 我们现在 就算有打氧 都抗防晒抗得厚厚厚 这样抗也没效 对吧 SPF 防晒系数多少多少 防晒系数50 皮肤科医师叫我们一点点 要我抹一次 对啊 那是为了皮肤 抗白 但是如果在维他命D3的立场来说 你也没有制造维他命D3 所以我防晒光线阻隔起来 我含制造维他命D3的功能 也没吸收到就是了 是啊 所以也没吃 哦 所以也是像以前的下去做铲 打到厚厚的 这样更坚固 就就就 肉背还是纏短袖 不要抵抗了 是 这种 要保抗成就保抗成就保抗成就 这种 但是现在还好有他吃 有他吃的 你就要吃这个D3 另外一个是说米群 基醇就是维他命V8 也就是维他命V9 这米群我们可以补充 但是较好看是我们亚洲力气 那叶酸类 果菜类 很多 所以我们的疫情的缺乏力 不是那么高 那韩代地气没有那些 不再水果汁那些 那就很麻烦 那那亚洲待机其实还好 那另外一个会要 建议大家补充的就是说 益生菌 那他除了肠胃道益生菌 那大家知道很重要 那全身最大 最大的免疫系统 最大的神经系统 最大的消化系统 都是你肠胃道 最大的基础的就是益生菌 所以益生菌影响整个一辈子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说 除了肠胃道的益生菌 阴道有益生菌 子宫内膜也有益生菌 但是子宫内膜益生菌的菌相 会影响你的着床力 子宫内膜的益生菌 现在是什么样的菌株 你说肠道啊 肠道和很多人 很多人的益生菌 大家都知道 已经行之有年 有很有效的益生菌 子宫内膜的益生菌 是什么样的菌种 也是类似 也是类似 都是属于乳酸肝菌类的 但是我们要先去看看 你们致病菌 先第一个 我们为了吃益生菌 就是说 事实上这益生菌在 阴道 肠道 阴道 子宫内膜 是通的 像生子密尿系统 这益生菌是跑来跑去的 你先就是不要致病菌 我们不要致病菌 不要致病菌 就是说 你如果益生菌结 你的致病菌就不容易 肌瘤 不容易肌瘤 不容易肌瘤 它 产生益生菌好 你的左肠肌肉就大 是 所以我们平常会鼓励说 嗯 补充一点益生菌 你的受益率 左肠率会高一点点 哦 啊但是没有特别指定 要吃什么 哪一种益生菌 没有特别的指定 这个还没研究出来说 哪一个益生菌 对左肠有效 跟肠胃道益生菌很多种 它通称为 那一种大概乳酸 都是乳酸感菌之类的 乳酸菌之类的 是 这方面的肌多 哦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发现 对益生菌 对生殖还是有影响 嘿嘿 这今天听到 近大家 有可能开始说 一直查 你这益生菌的市场 商机 现在很大 你如果 刚才上网要查 一些益生菌 说过多少 每一种都强调说 它 这个活菌素有多少 然后 它有什么样 别的 一般的 没有的 像我们以前就 搅拌摩托 和表飞鸣 现在跟你说 现在又说 很多很多 你不能看过菌 所以 原来这个 跟生育 也是有关系 但是总是 我觉得最简单的事情 大家有时候忽略 刚才李医师 头一条说的 作息正常 作息正常 现代人都 比较没有办法 顾到 但是你如果是想 全方面的健康 这就很重要 如果说 怕你没时间问到 这个不孕症 不孕症的原因 也是很多 大家如果 刚才有李医师 说的你结婚 或有伴侣 那这个 没有避孕的状况下 一年以上 怎么都没有怀孕的迹象 其实是可以早一点 就检查 像是太多的原因 生殖系统 荷尔蒙 内分泌 各式各样的问题 然后总是把这个 生殖 不是 我们不是说 人一定爱生孩子 但是如果这反映了 身体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 从这里调整 也是让自己健康 好了 李医师辛苦 待会有要去接生吗 没有 待会要做胚胎植物 胚胎植物 好有意义的工作 对 但妈妈都很紧张 紧张紧张 这样我们今天刚好听到 我们就很让李医师 等着这个 要植入的这个朋友 好 谢谢李医师 谢谢 好 拜拜 希望对大家有帮忙 谢谢 有 很有帮忙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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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